那它一般的話 它可能淹水到輪胎 平時淹水的時候 它可能到輪胎這個部位 它都還可以行駛 整體的造型是屬於向下 可以增加它的下壓力 三輪也是為了讓它更穩定 那第二個模式就是一般機車在下雨環境下 遇到最危險的情況就是掉到深坑 或是無法預測環境 那它左右的氣囊會打開沖繩長條形 讓它緊急浮起 後輪這台車最大的特色是像水車一樣的結構 推進它到安全的地面上 然後這邊其實是可以把餐具放進去裡面的地方 然後像這邊就可以擦嘴巴 這它是餐巾的功能 那因為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去體驗它 去試用這種新型態的用餐方式 所以把它設計成是可以攜帶式的餐桌 所以等於說可能我們在這場生活中 去野餐 或是去郊遊 都可以帶著它 然後去使用它 來感受那個比較強的關聯性的用餐方式 這場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參觀國際台北特技大全新 好 我們到現在直播室 只需要從電腦在家 需要上班上課 那只是在這裡 因為沒有WiFi 所以我們這邊是提供了一個重複錄像的 它會推動這個轉盤 然後就好像在吃飯的時候 狗狗自己調整自己的視差 搭到遠端自動餐櫃食的效果 可能四組長時間不在家裡 那狗狗沒辦法得到就是正常的餐櫃 那可能就是白胎餐櫃食器 那我們就是以增加一個互動的部分的話 可以讓牠更親近狗狗 也確定狗狗有正常的吃飯 然後可以跟牠一起談刷 其實發現女生市場其實是蠻廣大 那現在女生運動人也蠻多的 那也有發現說市面上雅琳都要買很多隻 那我何不就做一隻可以調配重量的就好了 你為什麼有花朵 花朵 因為花朵 直覺性讓我們想到是女性 因為男生都會送花給女生嘛 對啊 所以第一直覺就是意象就是貼近女性 生極略深神仙